喜剧太陡,卓胜利!睡梦中过世!离癌体悟人生不要计较! 台湾资深乡土剧演员卓胜利,昧称卓宰,五年前已患下厌癌,经过化疗后收了一大圈,今、六、凌晨因为胃癌病发症,在睡梦中过世,享年63岁。 而其最新的一部电影作品《第三个愿望》,今年3月即将要上映,如今已成为一作。 卓胜利29年前演出连续剧《心情之我心踏入演义圈》,继而演出许多电影、电视作品,也跨足主持界,主持长寿综艺节目天天开心一炮而红。 不论电影还是电视剧,总是扮演干草人物,让人笑哈哈的邪心。 卓胜利在1999年主演《民事》的长寿乡土剧《亲戚不计较》,其挥斜自然不作作的演技,贴近人心,广受观众喜爱,让此剧此脚一眼就是八年,直到2006年才风光吓到。 没想到同年9月,证实他罹患了下燕癌。 卓胜利曾上综艺节目访谈时表示,当时以为身体不是只是喉咙肠检,检查后才知离患下燕癌,医师建议他切除咽喉,食道,但他想到这样就不能说话,一度想放弃,后来在家人鼓励下,最后选择电疗。 去年,卓胜利却又罹患未奔门肿瘤,经作胃部切除等手术后,整个人巨瘦20公斤,为了养病,卓胜利诞出演艺圈。 曾是老烟枪的他,以前因拍戏熬夜狂抽烟,离来后已积极结烟 由于复原的不错,去年卓胜利还与自身艺人徐峰拍戒烟广告 虽然再次离来,仍打不到卓胜利的信心,他依然参与戏剧《甜装英雄》的演出,饰演一名离来的企业家,剧情犹如生活写照 第三个愿望乘坐最近跟卓胜利合作 第三个愿望的制作人曾珍表示,卓胜利下咽癌控制的还不错,但是自去年罹患胃癌,让身体状况雪上加霜 一个多月前他因身体不适注尽溶总,发现左手小中风现象,院方替他安排了复检,检查 没想到状况没有好转,突然恶化,当听到他因为胃癌病发症过世的消息,他感到非常错愕 没想到第三个愿望成了卓胜利的一座 演艺圈好友不胜唏嘘得知恶号后,圈内有人皆不胜唏嘘 与卓胜利合作电视剧《甜装英雄》的蔡震南,南哥,说,台湾又少了一颗巨型 南哥表示能与台湾的卓别林合作最后一出戏,是他的荣幸,艺人白彬彬则感慨最近演艺圈走了好多人 演艺公会理事长刚慨也难过的表示,最近听到卓胜利的状况不好,没想到这次敌不过病魔的打击 艺人徐峰得知消息后也感到非常震惊 她表示,两个月前和拍戒烟广告时,她的精神还不错,没想到她走得这么突然 但其实当时的她,每餐顶多只能吞两颗水饺,一天需要进食十多次 在罹患胃癌前,卓胜利就先受下厌癌之苦,过去曾一天抽五包烟的她,得了癌症做化疗后戒烟,还当气戒烟大使劝大家不要抽烟 当时她复原不错,最大的体悟就是人生不要太计较,只是想不到上天又让她得了胃癌,还因此过世 在与病魔对抗期间,她最感谢妻子张秀源不离不弃的陪伴 去年七月她曾上JET女人要有钱,聊到自己投资房地产失利,又生病需要庞大医疗费 但妻子努力照顾她,还想办法赚钱贴补家用,让卓胜利在节目上说,我觉得我这一生遇到了她,才有未来,有希望 两人竭离41年,生了三女一男,还有十个孙子 图片来源,中天新闻 演甘草人物讨喜 卓胜利作品多 卓胜利在1983年演出家喻户晓的台式电视剧《星形之窝心》,让她打开知名度,打响名号,同年演出电影《儿子的大玩偶》 除了演戏,她也跨足主持界,《天天开心》就是她的代表作品,也让她红透半颠天 1990年因演出电影《刀温》,还获得第27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提名 卓胜利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角色,莫过于1999年开播的《亲戚不计较》 剧中她饰演卓又春衣角,和李,王罗,每集都斗个不停,演技自然又讨喜,该剧也因大受欢迎,一演就是快七年,在2006年5月才风光下党,而同年9月卓胜利就因《黎埃淡》出演一圈 卓胜利演艺经历 电视剧 1983年星星之卧钦 1999年星期不计较 2001年金之玉叶 2011年田庄英雄 节目主持 1985年 1985年乡土歌摇擂台 相亲您好 1987年天天开心 1988年开心舞台 2003年亲戚大舞台 电影 1983年 1983年儿子的大玩偶 1984年亮不亮没关系 1986年疯狂大家月 你潇洒 我漂亮 小小无虎将 滑稽心转 好小子 1981 1987年周成 过台湾 未婚爸爸 稻草人 报告班长 1988年报告点玉朝 龙发堂 旧情绵绵 天下一大乐 1989年 零九九大发财 人鬼一家亲 咱们都是台湾人 报告班长 爱判财会赢 傻龙出海 刀温 大笑兵团 1991年官兵捉强盗 2011年第三个愿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